上次你当我朋友去 或者你直接把我拉走 你还记得吗 你跟我发视频 你说这男的挺帅的 工作也挺好的 什么我给你发视频 就是我们朋友 那你去找他去 你好好说行不行 在一块吃饭 那些人你都认识吧 那去了你非要跟我视频 就只有一个男孩 你没见过 你问我他是谁 我说那是朋友带来的朋友 我那是开玩笑的 我说挺帅的 工作也好什么的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电话也不接 但是因为我没有听到 那你也不能 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可能干什么 那么多人 又不是光我们两个人 你怎么总是还幻想 就不是这一次两次了 而且你当那么多人面 直接过来把我拉走 搞得我也很尴尬 你真的太强势 太大男的主意了 可是我在你这儿 我就没有觉得 你把我当成为什么 为什么 主持人 我和您说 我们两个在一块逛商场 遇到他的朋友 他就能甩开我的手 好像我爱着他事一样 我没有和他搞对象一样 生活当中总有这些 很小的事情吧 就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这件事我没和你解释过嘛 那是我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怎么了 高中同学影响我们 因为好几年没见了 我不想当人家面 感觉清心我我的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 就是看到我的同学 我第一反应确实是 那就说明你心里面 有一个深藏不露的 第一反应 丢人 现眼 松手 你不觉得吗 我就是觉得 就是吵上时间没见了 男同学 女同学 男同学 但是当时 初恋可以像是吧 没有 曾经单恋过是吧 真的没有 我也这么想 那没事呢 那有什么影响 后来我跟他解释过了 他就特别逼迫我 做很多事情 搞得有时候 我特别害怕 经常最夸张的一次 是有一次的时候 约好晚上去他家吃饭 说好的八点 我八点半到的 敲门他不给开 他说你在门外大声喊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迟到 我就给你看 他老让我做得特别丢人 不是 然后你喊没喊 最后我小声地跟他说了 那你还是接受了吗 还有什么呀 老师还有 我还有个小视频 我今天准备了 那别的男人 在台上唱情歌给他 他还发朋友圈 我看看 看王小姐 看王小姐 这不在 在哪儿酒吧吗 对 这不是 那走就走了吗 给你唱个歌干嘛呀 这个人你又不是不认识啊 这私下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天正好就是大家可能都 他也喝了点酒吧 都很开心 然后正好第二天 可能我要出差 他就给我唱了一个这个歌 我觉得没什么 那我也都没准备 一开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觉得没什么朋友嘛 但是后来他跟我讲 玩桌游认识的一帮的朋友 第二天都能跟人家去露营 晚上不回 去喝酒在外面玩 我不喝酒 他知道的 慢慢我就有点受不了 我所有朋友都知道我不喝酒 那晚上去露营 那就是搭个帐篷 看新鲜了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如果第二天 第一天认识的朋友 我第二天不会和他们这样的 那我当时教你了 是你没有时间 我没那脸 你有毛病吧 你看又来了老师 哈哈哈哈 我并且关上这一开始 不好意思